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写作方式不是旧事论事 它被称为一种末世体材 在圣经上有一本书 整本书都是用这种方式写成的 就是最后那本书《末世录》 也叫《启示录》 这种体材的特征 它不是旧事论事 它是好像在讲将来发生的事 好像在讲神话 讲到天神 讲到魔鬼 它不讲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不习惯 所以我们读《末世录》 我们读不太懂 读先知书 也觉得到底在讲什么 看见这个长着七个头 十只脚 那一个天神长着多少翅膀 这个来那个去 好像有一点 看那个卡通或者神话小说一样 我们不习惯 我们不习惯 可是当时的人习惯读这样的书 我说的当时的人 丹尼尔先知书写在公元前二百年 当时犹太民族没有自己的国家 他们被殖民属于希腊帝国 可是不像公元前五世纪 刚刚希腊建国的时候 第一位国王叫亚历山大 给了犹太人自由 让他们从贝鲁的地方 冲军的地方回国 对他们非常好 可是二三百年之后 情况就变了 后来的一个国王叫安提约谷 非常启示犹太人 你们不是信神吗 神能救你们吗 我是救你们的神 到处要挂上他的像 本来犹太人是非常反对 做像的 你们记得 梅瑟那个时代 他到山上去领天主的话 结果回来以后 发现大家在帐篷里跳舞 围着一个像 那个像是金牛犊 梅瑟就大发脾气 把那个牛犊给砸掉了 天主不允许做像 为什么 天主本来是无形无相的 唯一的神 我们本来就觉得难以碰到他 难以摸到他 难以看到他跟他接触 如果有一个像 我们马上说 哦 这是我们的天主 我们就忘了 那个天主是看不见的 摸不着的 所以天主禁止有任何的像 怕我们朝拜那个像 代替朝拜他 结果等到 后来的这个希腊皇帝 他做国王 他要把他的像挂到每个地方 甚至犹太的会堂 是我救你们 不是你们的神 你们不是不吃猪肉吗 看谁不吃 你们严格地守犹太的规矩 那好 我看看谁能守得住 当时就实行了严厉的迫害 所以马上就分出来两种人 一种人就软弱了 好吧 那国王 国家说了算 你说怎么着 我就怎么着 在人无眼下 不得不低头 就听 你叫我背教 我就背教 你叫我辱骂天主 我就辱骂天主 结果另一般人不行 他们宁死 也要捍卫天主的法律 当这些人正在祭坛前 骂天主的时候 骂神的时候 这一批人就起来 上去就把他们杀了 让你们没良心 你看你们软弱到什么程度 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代 达尼尔写了这本书 或者说有人以达尼尔先知的名义 写了这本书 所以他这本书 拿在犹太人的手上 他们都能读懂 他们知道这些事 不是将来几千年以后的事 而是今天 所以我正想说的是 这种漠视录的体材 它不是讲将来 是讲现在 但是以一种好像密码的语言 你需要找到解释这个密码的钥匙 不然你读不懂 就像今天的 从达尼尔先知书里面 有两个主要的信息 一个是 他要安慰受迫害的人 他的同胞们 他们为了信仰天主 现在受着苦 达尼尔要安慰他们 你看 我读几句 你们听 他说 那时候 保佑国家子民的伟大的护手天使 圣米尔尔要起来 这是一个灾难的时期 是从开国以来 直到现在 从未有过的 可是 凡登记在那书上的 就要得救 你们受迫害 没关系 你们的名字 已经写在了书上 看着他讲天使 讲什么 最后他要讲一点 天主要胜利 没有别的 不用怕 即使你们被处死 那些长眠于尘土中的人 都要醒来 有的要进入永生 那些敢为他作证的 有的要永远蒙羞受辱 你今天你否认他 将来那就 没有办法复活 贤明之事要发光 秉公醒义的人 要像星辰一样 永远发光 你看 那写在迫害中的人 读到这些话 这都是很大的安慰 达尼尔的另外一个信息 就是 这是整个旧约圣经中 所没有的 因为他是 基本上这本书 写在了最后 他讲到复活 以前没有讲过 特别是个人的复活 从来都没有提过 这是达尼尔开辟的 一个先例 他开始讲 你看我们对天主的理解 对教义的明白 也是主见的 一步一步的 一开始讲 天主照顾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死了就完了 到后来慢慢地 随着这个时间 人们明白 将来死了以后 不会完 还会复活起来 今天 丹尔尔先生就这样说 许多长眠与尘土中的人 都要醒起来 要进入永生 随后我们看福音 经常我们读福音 都是耶稣 治愈疾病 复活死人 耶稣讲道理 我们都能听懂 结果今天 耶稣讲了点什么呀 耶稣说 在那些日子大灾难 要来 太阳昏暗 月亮不再发光 星辰从天上坠落 天上万象都要震动 有很多人解释这样的话 联系上今天世界各地 发生的一些天灾 一些大的灾难 你们在网上常常见到 有人就讲 耶稣讲的末世的时候到了 事实上 这段圣经不是这样理解 在这里耶稣讲 太阳昏暗 月亮不再发光 所有的星辰要掉下来 还是跟丹尼尔先知一样 耶稣在讲末世的一些话 在讲一些盖着的话 一些我们大家 不是马上就明白的话 为什么 耶稣很快就要受难了 他自己受难 他还看到 很快在他死后 一两年 一直持续下去 信他的门徒要受迫害 所以他就开始讲了这些话 事实上 他不是在讲天象 在讲世界上要发生的大事 在讲世界末日来的时候 什么样子 耶稣没有这个意思 他讲什么呢 你们要受迫害 但是没有问题 在所有的迫害中 人子已经站在门口 他在你旁边 天主都知道 今天 五日当空 当权者 说了算 有一天 他不再发光 今天 迫害你的人 那么厉害 有一天 要从天上 掉下来 人子 站在门口 哦 他不是在讲将来 世界的 宇宙的现象 他在讲 今天 鼓励他的门徒 这些 不算什么 有一天 他们都会掉下来 但是 人子 站在门口 天地 都要过去 我的话 不会过去 你们小小的羊群 不要害怕 我已经战胜了世界 这是整个 默示录 所有 以默示体材 写成的 这些文章 段落 所要表达的 不是将来 是今天 针对 现在在困难中的人 你们不要怕 天主在这里 达尼尔提到 天主的大天使 弥尔尔 耶稣提到 人子 都是这个意思 最后胜利的是 天主 圣经 在鼓励我们 我想弟兄姐妹们 今天同样 在中国各地 有时我们感觉到 害怕 我们对未来 不知 所措 但是 未来掌握在 天主手中 不是哪一个人 哪一个政权 掌管着未来 我们的名字 已经写在天上了 最后我用 达尚勇的一句话 今天的圣勇 最后这句话 在你面前 才有圆满的喜乐 在你喜悦 在你身边 才有永远的福乐 圣勇的作者 他这样祈祷 在你面前 才有圆满的喜悦 在你身边 才有永远的福乐 我想这是一位 比较少年级的作者 他写的 经过了坎坷的一生 甚至走了很多的弯路 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追求过很多的东西 也曾迷失过 跌倒过 但最后 他回到天主那里 他说 在你面前 才有圆满的喜悦 在你身边 才有永远的福乐 什么意思呢 我曾经以为 很多东西 可以带给我幸福 事实不燃 我福了 天主 我只要你 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你绝不会将我 一气在阴间 不会让相信你的人 遭受腐朽 我时刻定睛仰望着上主 有他在我身边 我不再动摇 上主 你是我的产业 我的一切 是你掌管着我的命运 弟兄姐妹们 今天整个的圣经 劝勉我们 相信天主的能力 相信他的德能 他掌管着一切 战胜着一切 你个人 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我们的命运 在他手中 在他面前 才有圆满的喜悦 在他身边 才有真正的福乐 阿们 你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